用Telegram的安全特性 在网上分享一些女性的低俗照片 只有本人和秘密聊天的对方 才能读取这些聊天的消息 任何其他人都无法破解 南韩日前爆出恩号房性剥削事件 犯罪集团在骗到女性各自后 威胁要公开她的自拍私密影像 加以虐待控制 人手一击的网路蓬勃时代 未成年人遭到性剥削的地方 逐渐转到网路上 有女性认为应该尽早教育孩子 身体自主权 一方面有可能是跟她的生活 她的家庭的关系 经济方面可能有很大一下 二方面可能对于性教育 这样的知识可能不充足 而且在身边来说 就是父母亲甚至老师学校 对性教育这些是很多地方 到现在还是很多地方 还是很避开不去谈 而为了防止恩号房事件 在台湾上演 立委王婉玉召开公厅会 希望广纳各界意见 民间团体指出 实务上儿哨性剥削案件的 查期量低 起诉率也低 成最后更容易轻判 是一大问题 违反儿哨性剥削的状况 真的会不会有机会 进入司法体系的 就是被起诉的部分 只有两成二 预防儿哨失踪 预防儿哨网络离家 有可能就在预防 一起所谓的 儿哨网络性剥削的案件 希望在儿哨法里面 明定这个 失踪儿哨 知道管理中心的一个 法定的一个地位 那无关乎到底 罚不罚得到 而是说这个犯罪行为 本身我们就认为说 它该当一个刑罚 为了能够让大众 家长和执法人员 他可以辨识这个诱拐行为 并有效的处罚犯罪者 我们会认为说 网络诱拐 他应该被视为 一项独立的罪行 来进行处罚 尽管目前由政府委办 在一百零二年成立的 iWIN网络内容防护机构 能针对违反儿哨 身心健康内容 紧速通知业者移除 也会看情节重大 转由警设政处理 但iWIN的人力与资源 其实相对不足 也涉及到跨部会 分工处理问题 立委婉婉玉强调 不希望片段式修法 因此后续会将相关网度 诱拐失踪协询等状况 也纳入考量 把制度修得更加周延 原事新闻起雇 许家荣台北市立法院采访报导 关注冠军事新闻冠军事新闻 存在冠军事室上